Hello 大家好 这是 Identity Lock 首先 我们先把这个 它是这样子的形式 先把这个三个PIN 锁上去 很简单 然后再把这条PIN 看到这边有一个洞吗 把一个洞 钻上去这边 然后这个PIN 把这个PIN串过去 把它稳固哈 其实 这个PIN有钻 平常一般的都没有钻啊 它是钻一下比较好 然后增加它的稳固性 没有钻也是OK的 OK 然后呢 这是我们普通家里的一般锁 所以首先你要把这个锁头拆除 把它拆掉 拆掉了之后 它是会有一个圆洞的形式 OK 等一下我就给你看圆洞的形式啊 拆除了之后就是这样子圆洞的形式 它这些有这个咯 如果它是还是好好的 你们就把它保留 OK 如果是已经是坏了 你就换咯 这边换就是 用使用原本的洞 钻进去就好了 哈 然后就把那个TTLock 钻上去 首先你上面钻一个小洞哈 这个小洞 因为这个小洞 它这个门锁有三支 TTLock有三个洞 所以要比较稳固哈 比较坚固 然后我现在把它钻上去 OK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个就是这样子插进去 这样子插进去就好了哈 然后这个洞 刚才已经装好的 就把它穿过去咯 是这样子OK了咯 嗯 然后呢我们就钻在另外一项咯 这边有三个洞 好 三个洞 就用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TTLock 后面一个的就是这样子 钻上去 哈 这个洞就是这样子 OK 看到了没有 这边有两个洞 一个洞 两个洞 三个洞 这个三个洞 锁上去 稳固了 先把它稳固先哈 在稳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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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那一项的Wire 拿过来这边 转把它点接上去哈 接上去的时候呢 然后你这个就是放上去 锁这三个螺丝 哈 现在我做了给你们看啊 嗯 这个三个螺丝锁上去了 一个螺丝 两个螺丝 三个螺丝 锁上去的之后呢 这个 后面的门把 就是这样子的 更大的洞 装进去就好了 哈 OK 装进去了之后呢 有两个 就拿这个两个短的螺丝 就拿这个两个短的螺丝 锁在这一边 OK 这个两次锁是锁紧了之后呢 就好了啦 就是这样完成了 OK 门把就可以开了 到时 你就是输入那个软件 这边加一个电子 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哈 OK 电子装上去了之后呢 你就看见门把就可以开了哈 然后 你就 然后你就下载那个软件 然后跟着他的说明书的行驶就可以啦 谢谢 Thank you